伞互变大互跨出财富自由地步 大家好我是Sandy小老师 欢迎回到伞互进化论 最近的台湾疫情又开始升温了 本土案例每天都一直增加 导致很多同学朋友们都是很害怕 人心惶惶 那这个样子的局势也是反映到了台股上面 导致情绪性恐慌的指数不断增加 台股下跌又重挫 那这样最坏的情况已经结束了吗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结束 那到底什么时候又是可以买进的好时机 今天就在节目中来告诉大家 好的那么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记帮我们的频道 订阅按赞加分享 好的那就赶快来请教王博了 欢迎王博 身体好同学们平安 大家好 王博小档案 王建文 王博 北大气管系博士候选人 北大国际财务金融硕士 非凡 东森 三立 标榜名师 大学讲师 证券分析师 期货分析师 净托 理财规划 产业结构分析 法人筹码分析 公司营收分析 大家好 大家好 王博疫情真的很可怕耶 而且每天这个本土的案例都是一百两百的增加 你看像我们现在录音也是要开始戴口罩了 那么我就想问啊 现在台股反映成这个样子一直在下跌 是不是就是要等到疫情真的缓和才会真正的结束呢 好的好的 其实这是很多同学在LINE里面问的问题 真的很多同学其实最近 其实听到的讯息也不大正面啦 都是利空居多 然后呢股票又不好做啦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集里面就提供给同学们一个思考的方向 一个方法 那如果说你要操作股票的话 那你就从这边去抓去慢慢的去找相关的那个个股 或者是大盘啊 什么时候回稳 我觉得比较重要 因为现在每天都上冲下息啊 对啊每天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导致大家都很害怕 好那这个是网路上抓的啦 那这也分享给大家啦 那个看好了 世界台湾只示范一次 在两周内解除三集 一个信心喊话 信心喊话 说实话没那么容易啦 因为现在看真的是没那么容易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自己从自己开始做起 然后防疫工作做好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其他人 保护好家人 我觉得 就是要勤洗手嘛 然后戴口罩嘛 避免这个群聚的活动 然后呢 股票市场 其实有时候跌不是坏事啦 哦真的吗 可是跌的很惨耶 这还不是坏事吗 可是在我的那里面就有同学问 然后说哇 好的公司好的股票跌下来 我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减便宜 可是现在减的时候 你现在进场会不会在海市会继续跌 对所以现在就跟同学们讲说 如果你要操作的话 当然很多同学们在王伯伦那里面都问问题问很多 我不夸张 每天都上百位 因为现在应该很多人就是认赔出卿 或者犒劳的情况 而且我跟你讲 我是真的都用 用心在回 自己回啦 因为有的人可能丢给助理啊 干嘛干嘛 可是我就跟我助理讲说 你还是照 因为最近每个家庭都很忙 他小孩嘛 我说你回去顾小孩 那个我来回 我自己来就好 王伯帅气 我自己回 我想有时候就是说 能做的我们自己来做 然后呢 大家就把股票处理好 因为刚好利用这次的急跌 好的股票跟坏的股票跌下来 那接下来如果要涨 好的股票会先涨 因为坏的股票打回原型了嘛 那如果你的股票打回原型之后 之后要涨上来就比较慢 那我们就怎么 我们就调整好 后面再把钱赚回来就好 那在股票这一块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 怎么去了解 现在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好这张放大给同学们看 其实这一张 同学们大概 不只听我一次啦 我想我之前大概也有讲过 甚至在Nine里面 其实这一波 其实台湾股票市场 真的被疫情给影响到 甚至有点超跌啦 如果从纳斯达克的角度来看 纳斯达克其实还没有破 那个平台整理区用 我们是直接就灌破了 我们直接灌 纳斯达克这一波跌了8.5% 肺半跌了14% 那我们加全指数跌了14.4% 电子类股指数跌了17.12% 所以你可以发觉说 如果从纳斯达克指数 跟台股的联动来讲 我们是超跌了 但是超跌不代表就马上会涨 只是说现在超跌可能有一些个股怎么样 那个所谓的那个 一些价值投资的买点浮现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去注意 那如何观察大盘是不是指跌回稳 我觉得要有方法 不能说股票涨上来就说回稳 然后马后跑那没效啦 对啊是不是你今天回 就像这几天本来不是大涨吗 像前几天可能大涨 到一天来最多的大涨点这样子 但是可能会不会又下跌 刚好这两个礼拜 我们都在看大跌跟大涨的历史 对 那个心脏稍微 有点没有办法附和 对对对 其实我盘中不是大家 不是同学 那个心脏的 我有时候心都会多跳两下 真的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看 好 如何看大盘真正的回稳 其实还是要看护国群山 有就是说 占台湾股票市场 全值比重较高的一个个股 他什么时候先回稳 我们把这张字卡放大给同学们看 其实我们整理出来 那目前来讲 占市值占大盘比重最高的台积电 将近百分之二十九 然后你看台积电跟联发科鸿海 这是市值前三大的股票 其实市值前三大的股票 其实这一个礼拜来 有慢慢的在足底 有慢慢的在足底 这是比较正面的讯号 那另外包含什么 变到像所谓台塑集团 你说那个台塑化 南亚台塑 这也是市值比重比较大的股票 另外包含像中钢 还有一些金控股 包含像国泰金 我想富邦金 如果说这些护国群山 它能够先稳定住 甚至低点不再破 因为有些投机股可能还在破低 但是这些占权值比重较高的 一些所谓传统我们认为的基优股 基优股它能够先稳住了 甚至有超跌的现象 有些同学们不是说我要存股 然后我要低接 你就可以从里面找到机会 所以我们就从这些护国群山就是我们的关键 其实很简单 如果它们没有再下跌了 就代表说这一波其实已经结束了 应该说没有破底的过程当中 其实指数会越来越稳 如果没有破底指数会越来越稳 然后呢 你就可以从里面按照你的操作的4号去找机会 包含像如果你喜欢做电子股 那你就可以找台积电 联发科 鸿海 如果你喜欢找金融股 因为有一些存股族的同学 你认为说金融股的那个 现金值率比较高嘛 都4%甚至到5% 那你就可以从金融股里面去找 那我觉得啦 我觉得我们看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从 比方说电子全值比重比较大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全值股代表 好 那里面其中一档是2454的联发科 2454的联发科 很多同学在问 非常多同学在问 为什么 因为前波那个高点 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公司出来 他要加发所谓的股息 加发股息 然后第一季赚了16块 然后又加发股息 那突然怎么样 突然急涨 急涨 急涨之后怎么样 急涨之后他反而一路的跌 一路的跌 所以联发科其实很多的大资金 不要说大资金 因为现在也可以做那个零股 对 所以其实很多同学 有伤到 然后甚至都在那里面问我说 联发科现在怎么看 我认为 我认为说 其实他现在已经有慢慢的缩缴 看那天急跌缩缴之后 那疫情传出来很严重的那一天 缩缴之后他开始在足底 足底的过程他 下沙先带个大量 如果把这张字卡放大给同学看 有个很清楚 这张字卡放大给同学 下沙之后带量 带量之后慢慢回稳 回稳之后是量缩 所以这是一个主体的形态 当然也有可能 有可能再打另外一只脚 但是你可以发觉说 其实有些法人 特别是外资已经回来买 那我觉得 就像我们之前跟同学们讲的 你说联发科你不要去追高 但是如果押回来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优势在 比方说 他的手机晶片 目前是全球四占第一 包含像2G、3G、4G、5G 四占第一 再加上他的一个晶片的制程 因为之前大家在讲7nm、5nm 其实他已经怎么 他已经往4nm、3nm 去做个那个所谓晶片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他的护城河的优势在 护城河优势在的过程当中急跌 我觉得如果说同学们 就把它当指标嘛 高价的IC设计股如果能够先稳住 我觉得对市场的信心 他是会有加分的 信心是可以大增的嘛 那么全主股在这一方面 除了这一档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做观察 好 那这份资料其实 我有放在我的line里面 我想 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跟同学们介绍 其实如果我们在看股票市场的话 有一种是 比方说台湾嘛 就看台积电 是 但是台湾的台积电 如果你在美国的投资人 你不见得有办法买到台湾的台积电 但是他可以什么 他可以买台湾台积电 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ADR 也就是说 其实ADR也是表彰 表彰也是股票的一种形式 他也是表彰那个所谓权益嘛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说其实 台积电在美国挂牌 叫台积电的ADR 那台积电在台湾挂牌 叫台积电2330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 基本上应该是一样的价位 价值价位 好 好 那这是我整理出来的 你看 如果我们从5月17号来看 台积电的市价是 放大给同学们看 比较清楚 台积电市价是549 台积电的ADR的价格是 112.46 好 那同样的东西 应该是相同的价位价值 那如果我们去计算 我们去计算台积电的ADR 为什么有GDR是因为鸿海是GDR 台积电连电智月光友达都是ADR 112.46 下面有一个所谓公式ADR价格的换算 要把它换成新台币 把它换成新台币 112.46 然后我们去看那个合约的换股数 他是1比5 所以我们去计算就是112.46 去除以5 然后乘以所谓的汇率 是 所以我们计算出来 计算出来台积电的那个 价格 631 ADR的价格换算成台币 也就是美元换算成新台币是631 好 那Sandy我问你啊 是 外国人认为台积电台币的价格 是631 但是 台积电的市价只有500 4550 那你认为要买 如果你是台湾的投资人 你认为要买还是要卖台积电 这时候 应该是站在买方嘛 应该站在买方 因为 因为美国他毕竟 不是像台湾有疫情 他疫情都比我们严重了 然后都没有看着 像我们恐慌指数这么高 然后反而还是比较高估了一点 对不对 没错啦我这样讲好了 其实美国人的疫情 美国的疫情其实比台湾严重很多 那 从外国人的角度 台湾的疫情目前对他们来讲是小屋见大屋 小屋见大屋 那所以他们 慢慢的他们去看台湾的疫情的发展的时候 他们会对台湾股票市场的股票 会有一个比较合理正确的评价 因为我们身在局中嘛 我们当局者迷 当局者迷嘛 但他们就是很平心静气的去看台积电的产业 台积电未来的一个发展 所以如果说我们去计算ADR的时候 你可以把公式记下来 下面有一个ADR价格的换算嘛 对不对 你把公式记下来之后 你就知道说原来台积电在美国人的心目中 外国投资人的心目中 他新台币是值631 但是现在只有540、550 那代表什么 代表可能我们反应过度了 可以低接了 那其实大部分有的计算方式 会去计算那个一折价 就是用ADR的角度来看 所谓台积电的相关一折价 如果台积电ADR的溢价越高 对不对 就是说他在美国的价格越高的话 代表其实台股这个价格 可能是被低估的 对可能被低估了 那如果是折价越高 就代表高估 好 那我们就这样 我们看这张字卡之后 我们就来带 我们就来带台积电 实体案例 实体案例 刚好你可以去做比较 好 你有没有发觉到 我们刚才讲说 台积电的益折价 台积电如果从5月17号来计算 台积电的益价高达15% 好 那代表什么 代表台湾的2330股价可能被低估 要嘛就股票涨上来 要嘛就ADR跌下来 但是ADR没有跌下来 好 所以我们注意 注意就是你去看 放大给同学们看就很清楚 你看那个的图里面 你看那个ADR台积电ADR的那个所谓的K线 K线它有没有破箱形区间的整体区 还没有 还没有 但是台积电在台湾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是恐慌下沙 一个长黑K 对所以你从形态来讲 形态来讲是 人家没有跌破嘛 但是我们是跌破了 我们是跌破了 那其实台积电的营运啊 基本面没变啊 我们因为情绪的关系跌破了 然后再加上溢价那么高 就是说台积电的股价低估了 所以慢慢的买盘就会进去 买盘就会进去 然后台积电就开始足底 然后有一些外资就开始进来捡便宜 对它这个慢慢足底 所以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状况 台积电的本质没有变啊 没有变啊 公司的没有变啊 公司的相关的营运啊 公司未来的发展 公司的技术还是领先 三星INTEL嘛 七奈米五奈米还是 一样是全球的龙头 对啊 然后四奈米三奈米还是超前啊 而且你就可以发觉说 之前人家在讲 人家讲说 台积电的那个现金殖利率嘛 那个时候在650 660的时候 人家说台积电现金殖利率 不够高太低 跌下来之后现金殖利率就变高了 就会再吸引一些人进来嘛 是 所以我们看ADR GDR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除了一折价之外 看形态 好 那形态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是不是过度反应 那除了台积电这一档 我们还要再来看这个联电 好我们来看联电 其实你去注意联电 其实跟台积电很像 你看人家 在联电在美国的ADR 代号叫UMC 台积电在美国ADR代号叫TSM 我们看UMC UMC的那个价格有没有跌破 一样是没有跌破 但是台湾联电2303有没有跌破 一样是跌破了 对 那代表台湾 代表台湾的投资人在杀嘛 对 但是如果我从外国人 从美国投资人的角度来讲 他们认为什么 他们认为联电其实 还 还 还好啊 还好 结果我们自己多杀多嘛 多杀了一段 多杀了一段 多杀了一段之后就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里可能抄跌了 然后它的溢价 其实虽然没有台积电的溢价那么高 但是它的溢价也还存在的空间 那联电其实就是4寸 12寸长有4座 然后8寸长有7座 然后现在其实产能 产能 当然公司是说蛮窄 不过还是 有一些所谓overbooking 过度下单的那个杂音出来 我有个人认为 那个美国的投资人 或外国的投资人 他一样会去评估 产业的发展 可是人家的股价 没有超跌 我们台湾的联电反而超跌 那你就可以去注意 那现在是一个主体形态 我觉得 你就慢慢去注意说 主体形态的过程当中 然后量缩价稳 罚人回来买 我觉得就有机会 就是我们一个 可以参考的指标 对不对 所以各位同学们 从这一集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以后我们又遇到像这样 情绪性恐慌下跌的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从两点下去做观察 第一点就是从这个全职股的角度去来看说 大盘到底回稳了没有 那第二个就是从这个ADR GDR的方面来去换算台股 新台幣的价格到底是被高估还是低估 就可以知道现阶段的超跌到底是不是进场的好时机了 好的那么如果对今天的节目还有任何问题想要问的话 就赶快加入王伯的LINEART 就是小鼠GOD988 你有任何问题王伯一样会用心细心的给你建议与回复 好的那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样要帮我们订阅加按赞 好的那我们再次谢谢王伯 谢谢王伯 谢谢Sandy 然后大家一定要平安健康 平安健康最重要 好的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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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